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東 上一次我們去利寶賽車場的時候 有看到一台很厲害的車 它是一台Nissan的Sephiro 看到之後我就直接拍照發在社群 發現有蠻多人知道這台車 二話不說直接跟車主聯絡 這次下來台中 拜訪拜訪 嗨 鄭大哥你好 嗨 上次在利寶看到你的車 覺得帥慘了 可是你那個車避震器好像壞掉了耶 這跟黃豆塞出門 有啦 你要開的時候它就會升起來 摩托車店開多久 應該十幾年 十三四五年 一般保養然後小小改裝這樣子 對 其實改裝的做很少 沒有來個五八半 六三半 有沒有研究啦 你自己車改這麼大 你摩托車沒有改嗎 多可能 我自己的 其實我的摩托車也都是老車 都是那一種 都是那一種 那個空腹元凶的那一種車 喔 二行程的嗎 對 二行程的 沒回你的NS啊 這麼多的 沒有 一台JHOG沒有在這裡 衣服穿DNW 沒有一支你送出來 沒有一支牛肉的 對 呵呵呵呵 那對齁 那個 你上樓 聽到的 我也能贊助 我都贊助 我都滾那T恤 那你的車可能不是跟他贊助 穿那T恤而已 可憐還要幫你做泥上裝潢在世間 呵呵呵 欸 不然你那一次真的有帥 那大我們去分享一下吧 OK啊 好 好啦 我整個很漂亮 不要再看了啦 我整個很漂亮啦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懷 想要弄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其實 市場上反應很兩極 有的人會覺得他就吃油怪獸啊 沒力啊 什麼的 是真的 但是玩得好的又玩得很漂亮 然後你這台車又是我目前看過的 Servio裡面改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精緻的一台車 對 日式VIP風格 我沒說錯吧 我不太確定它是什麼風格 是 就我自己的風格 呵呵 小鄭Style 呵呵呵 這台車那時候我爸是買新車 然後後來他退休之後 這台車就一直丟著 都很少在使用啦 也沒有留下什麼東西給我 呵呵呵 那我就把這台車留下來 我想說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來整理 剛好 剛好去年我賣了一台車 然後我就才開始下去整理這台車 爸爸如果現在看到你這台車 一定會非常開心 他應該不認識了吧 呵呵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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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這台車 花了多少錢 目前大概快60萬左右 你改了哪些東西啊 要花到60萬 烤漆啊 全車烤漆 我們烤漆是把所有的漆去掉 是看到裸件 才下去做板筋 做那個body work 這個顏色就是保時捷 992的新的顏色 用它的那個色號去調漆的 好看耶 對因為我那時候就看到 它保時捷的色上很好看 因為其實 Servio這台車你純黑純白 也不見得會這麼好看 烤漆大概13萬左右 嗯 之前有在原廠烤過一次 嗯 然後補土還補的蠻多的 那我們就是把那些土全部都弄吐掉 對啊 我記得你旁邊就有一間Nissan 莫非是那間快倒了 被你救活了 我不是 我不是在那邊做的 呵呵呵 這前把就是Otech這個品牌 它做給Servio用的 我們是只有修改前面霧燈 日行燈的部分 當初我把你這台車的照片 放到社群的時候 有人說很像R34 這個也挺慘的 現在也都買不到了 Otech現在是幫Nissmo代工 你看比較新的Nissmo 370Z啊那些Nissmo的套件 都是Otech做的 所以這台車也是另類的Nissmo套件 呵呵呵呵 它那個時代 Otech和Nissmo是分開 Nissmo有Nissmo的大包 是 阿Otech有Otech的大包 你這一組車頭應該就不少錢了 那時候它賣我蠻便宜的 前後保桿好像一萬一萬三的樣子 前後保桿一萬三 可以拿到像這樣的東西 天啊 欸 兇耶 對啊 是說我蠻便宜 你原廠件下去弄一弄整理要多少錢 對啊應該也不少錢 而且原廠件沒辦法做的那麼好看 水箱罩 它的家族臉孔就是V motion 比較現代的感覺 然後又不要那麼突兀 而且你連Mark都換成新款的衣裳 欸對那個請人家訂做的 那它會發光 它會發光 對它會發光 你真的很疲勒喔 除了芋蓉沒有你就倒了 我還看到一個 你上騎車 你看到了 還故意用芋蓉的配色 這個墨碑也是訂做的吧 對啊對啊 那也是訂做 沒有人會做那種東西來買吧 哈哈哈哈哈哈 車牌的部分好像比較進去 欸對對對 可是我剛剛看這樣子 好像也沒有比較凸啊 沒有比較凸 可是它的車牌的地方 它要做比較內凹 所以我們那時候裝的時候 我們內鐵要修改 錢保比較簡單 你直接拿前騎的 前騎它的車頭就是比較短 後面也是要拿它前騎的 可是你就是要那個 那個車牌的位置要做修改 尾燈 這個應該不是台灣A32的吧 不是那個尾燈也是日規的 我發現很多A32的車主 只要有玩車的 好像都喜歡這個日規一排吃的 前騎的燈也是整排 可是就是沒有日規的好看 奇怪 對很奇怪 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台灣的代理廂到底在幹嘛 就人家日規原本來那個樣子 就很好看 但是硬會變成台灣式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原本原廠的 它的那個韋式館 杜黑念 然後再用噴沙 就是去刻那個Sepiro的字 就會呈現這個質感 排氣管應該真的沒有動啦 沒有沒有 都是原廠 我就想說 沒有一台正常一點的車 剛好這一台車 那麼安靜我就不要改了 怎麼會這這麼好處理 怎麼稱呼 我叫阿達 你也是Sepiro的車友 對 A33變A32的引擎這樣 為什麼 因為A33的已經去了 然後找到一顆A32的回來 莫非是3.0 對 其實我還蠻想要知道 Sepiro 3.5跟Tiena 3.5 開起來到底差多少 我覺得應該是Sepiro會比較 比較多 Sepiro其實不中耶 VQ35它本來就是一顆很好的引擎 有得過獎人 引擎真的是不錯 對啊 我們預計把它改到 中控台上面去 因為我現在車上沒有時鐘 所以你現在要改 中控台三環錶 不是不是 我要把這個時鐘 想辦法裝上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要看東京 上海跟紐約 是中古的 跟車友買的 那是Air Force整套的 然後回來之後 我們把系統換成新的 現在比較新的系統 它就是可以用APP控制 我們還加裝了水平尺 它會自動水平 然後有就是 熄火下趴啊 左側升降這些 對 那這一套現在全新的 應該也要十幾萬吧 可能要喔 應該要喔 我這樣子沒有花很多 我現在目前聽到 你很多都是二手東西拿來 對對對 就廢物利用 你講到這句話 我覺得你蠻厲害的 因為你說是廢物利用 但是你的東西 看起來都很漂亮 那這個在安裝上 會有什麼困難嗎 管路在拉 你要管路要怎麼走 比較不會去開到 然後你在升降 你在升降的過程 會不會去擠壓到啊 那一些 應該就是 因為改車的做車的那個計師 他也是第一次幫人家裝7 去給比較專業的看過 他說那第一次改這樣子 算很好算不錯 所以我就有考慮到很多細節 我怎麼覺得我們這一集啊 製品留言要給很多名稱跟電話 一定會有很多人問 等一半倒 等一半倒 你朋友謙虛 不想幫你裝吧 啊這拍檔 這拍檔 公司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多少錢 對啊 整套氣壓系統 我花起來大概五萬塊而已 鋁圈是 就是我的WX拆下來 裝上去的 我們做轉接座把它轉上去 它不是以為是補孔14.3嗎 是 可是它的中心孔不一樣 它的鋁圈的中心孔 比較小 對 比較小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電片大轉小這樣子 浴龍的卡鉗要去哪邊買 你很挑鋼耶 那我們自己噴的啦 也是車友A32拆下來的 我們也是買中古的啊 我們就是回來整理換油風 然後重新烤氣這樣子 整組嘛 連油管疊盤 買一萬五 然後油風回來 油風花了六千多塊 像你這樣子推到滿啊 你現在是二 二四五喔 那就是WX原廠的那個 的尺寸 你也推到太寬了吧 你這會中內龜嗎 會啊 我現在 我現在降下來就是壓到內龜 轉彎會壓到嗎 轉彎不會啊 我們升上來不會 你在Canva什麼的 需要做額外調整嗎 都沒有做 全部都沒有做 這個原廠空間這麼大喔 對 這一組側裙裝下去 整台車精神的起來 因為我們那時候買 這一組大包的時候 它沒有側裙 從側面看我就覺得很不順眼 就差了一點東西 對因為你前面後面 第一它是一個直線 可是它中間沒有跟 空空的 對空空就沒有一直線 你就是從側面看要直線 所以我們就 剛好我們有認識一個 在做空力套件的朋友 他幫我訂做的 那時候是車子留在那邊 有沒有 親朋好友 有沒有 幫你當卡達拉打下去 不會啊 我那時候有叫他說 你幫我做縮一點 就是上下車不要去卡到這樣子 蠻貴的 你剛剛那個大登報價也嚇到我了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自己問小頓哥 我不想要在那邊當殺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算我比較便宜 他算我兩萬二的樣子 好 非常 就兩邊啦 兩隻 就像你講的 因為他那個貼卡風部分 對啊 銀夢的部分蠻貴的 如果他單純只是空地套件的話 應該就沒那麼高 對啦 應該可以少個一半吧 方向盤 他是X-Trail 好看耶 我們有改裝音響系統 沒辦法控制音量 你只能用按的 不能用轉的 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是 要讓他有方控的功能 所以你上面的方向盤控制鍵 全部都是可以作用的 除了定速跟跟車以外 這樣手感好不好 手感不錯啊 手感不錯啊 比原本的好 如果你又配245的胎 開起來會不會很重手啊 其實不會 因為 S-Trail 本身 Power Steering 就 很有力 對 輔助蠻多的 安卓主機 上面的那些座要另外開模 對 氣口的位置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我們把空氣出風口 往下移 變到61-130 有眼尖的觀眾發現 你的手拉車不見了 對 我們改成電子式的 因為以前的車它自備架做很小 然後它那個 手煞車拉桿 那個它佔了很多空間 然後現在引力要 越走越大 不會有嗎 你要一次放兩杯放不下去 所以我們就把手煞車拉桿移除 改成電子的 這樣就變成一個小小的按鍵 然後我們就多了 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做自備架 它原本是走外壓手的 你怎麼把它改成電子的 怎麼改 給它電啊 我們後面的電子煞車也是 移植WRX的電子煞車 等等等等 所以你這個按鍵是哪邊來的 這個按鍵是在蝦皮買的 一個650塊 那個BMW X6的 太屌了 你一定要放電話 你一定要留電話 我真的覺得你很有機會被扣爆 有用一個晶片寫一個程式 去計算它 它夾緊大概要幾秒 它放開大概要幾秒 要去做這樣子的設定 所以我們跟原廠車一樣 我們要鎖 我們就是 雕一下就好了 要放開就是按一下就好了 也是廢物利用 因為我WRX改成特斯拉的 然後我就把它的後卡錢 全部都移植到這台車上 特斯拉 所以你有特斯拉 我沒有特斯拉 朋友賣我的啦 下一步 瘋狂一點 AutoHole 有那個機會 AutoHole 還在想 手排車有需要用到AutoHole嗎 因為 手排車都可以ACC的 所以為什麼不能AutoHole 對啊 可是 那在玩轉啊 對不對 你看AutoHole 然後再加定速下去 如果哪一天神經病有沒有 ACC跟車都給它下去 是 那種東西如果 用改的話 我也不太敢用 不是啊 我還在想說 那個AutoHole的按鈕 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以後如果有機會改排氣管的話 可能把那個按鍵改成 變閥門的按鍵 欸漂亮喔 那不然你先讓它變成翻轉車牌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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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錯喔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很費工 而且都不是現在現有的東西可以去處理的 買得到的東西我們就不太想改 也是也是 那個叫安裝不叫改裝 剛剛有聽你講就是說 你還有打算要內裝重做喔 對對對 這麼拚喔 這個是最後一步 應該這台車應該剩這個地方還沒有完成 內裝的全車裝潢 對 我還在存錢 然後呢 哈哈哈哈 我最近有在參考一些比較高級的車 因為我希望內裝是一種比較豪華 比較奢侈的那種風格 有在看一些那種 我買不起的車的那種內裝 啊啊構思 對啊 然後星空天花板 那個我不要 我不喜歡 你這個沒天穿啊 用星空天花板剛好而已啊 可是不知道 可能就是 也蠻多人改的 就不想改 也是齁 為什麼會找到你就是因為你有這個堅持啊 說真的 我椅子已經買好了 我椅子前座會比較 讓它包覆性好一點 比較sporty的風格 像以卡羅賽車椅這一類的 對對對 然後後座 後座的話我可能會把它改成雙座 就是那個裝船就直接拉到後面這樣子 Sophio好像沒有後座可調喔 有 有嗎 原廠有 有 3.0 VIP有 那你就直接拿那一組套件 然後去把皮 跟那個重座 對 可以啊 或是把前面這兩張椅子移到後面去 那冰箱呢 它也是電動 原廠就有了 還在 還能用嗎 其實它 它那好像是保溫箱對不對 對 它不是 它沒有冷的功能 可是我們可能會讓它有 哇賽 你也太拚了 哈哈 那你比較還要裝壓縮機 還是冷氣直接送過去 對 有在想 因為它Sophio它沒有後座出風口 嗯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 後座會趕出風口 如果說我們把中船往後拉 拉到後座上面去 對 那就順便把觸控器都埋出來 對 然後上面在一個 在埋那個電動可調的按鍵 對 對 再加音響快播 我已經買音響快播也已經買好了 那我還有更瘋狂的想法 自殺式車門 喔自殺 對開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想過 可是這個車自殺式車門好看嗎 對啊 再來就是它的 它的板金的工作會很多 而且 你後面的鑰鏈 沒地方安裝 很大的工程了 我那時候也有考慮要改成雙門 那個 派國有一個改法 兩片門和在一起直接從後面 靠北 不然那個啦 古早的RR的設計方式 就是前門直接從前面開 對啊 有 可是這樣還是很怪啊 但我覺得這台車如果敢改對開的話很屌 但是對開車門好像 逼住要廢掉 對 可能會遇到很多麻煩 那個留給你自己去煩惱 沒有啦 這台車應該沒有要用了 我已經 敬請期待 哈哈哈 看看這個瘋子搞出什麼東西 哈哈哈 說不定到時候是歐意有沒有 哈哈哈 你的兩片門直接給它焊成一片 然後歐意打開 欸未來感 我已經 我已經很心路了 終於有一台正常一點的車了 哈哈哈 不可能 ��다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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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